加入韓语情报室 马上来掌握美国大选出现最新的变化 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应该算结束了 老将桑德斯13号 跟希拉蕊在新汉部下州同台 也正式为希拉蕊背书 是 而外界解读说 这次桑德斯表态力挺希拉蕊 话虽如此 这桑德斯还是没松口没亲口说出 退选两个字 今天他跟她 在民主党初选与希拉蕊 缠斗一年之后 桑德斯终于落败出局 但他先前一直不愿表态 力挺希拉蕊 直到在民主党7月底 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前 才终于愿意为他站台 并承诺将帮助他 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 桑德斯指出 希拉蕊支持同治权力 健保改革 还有提高最低薪资 这些政策都足以说明 希拉蕊比起共和党对手川普 他绝对是更好的选择 不过桑德斯的支持者 愿不愿意将神圣的一票 在总统大选中投给希拉蕊 结果似乎不如希拉蕊阵营 所预期 你会选择于希拉蕊 克林丁吗 我会 你会 你会 你会停止 有什么 希拉蕊 克林丁可以说 会赢你现在赢吗 希拉蕊 不能赢我 因为我并不相信 我并不相信她 我并不相信她 即使还没有完全成功 整合桑德斯的势力 但是希拉蕊终于可以 结束党内的斗争 专心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上 而根据民主党消息 人士指出 希拉蕊阵营除了滑轮之外 也正在评估 退役海军上将 希拉蕊阵营 担任副总统的竞选搭档 希拉蕊阵营 希拉蕊阵营 目前对正在评估 希塔蕊阵营出任副首一事 为作回应 而希塔蕊阵营也同样 拒绝发表评论 有政治观察家表示 随着桑德斯表态力挺 相信希拉蕊的副首人选 很快就会浮出台面 欢迎新闻 综合报导